大家好 我是李树林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什么叫波幻 就是一个三体的波幻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讲过 但是有很多朋友还是不太明白 所以我们再来讲一讲 那么三体的波幻了 其实波幻你看我们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 这个波就像我们波皮一样 它有这样的意思 波开 换了一心 换一个样子 你看这个橘子 不波的话是这个样子 波开就一半一半的 它就换了个样子 这个换了就是改变的意思 所以波幻其实它也就叫什么改变 改变 就像这个禅 经禅脱鞘 它要改变 就像这个飞蛾 它要鱼化 它同样是要通过一些变化 然后就变化成另外一个样子 从虫子变化成蝴蝶 它都是一种波幻的特征 那么它只要有改变 说明这个三体 就是比较好的 比较贵的 如果它一成不变 没有波幻 那么这个三体就不贵 在风水当中 如果一个三体 没有进行波幻 它是不能结束的 它是不能用的 必须要波幻 但这个不能用呢 不是绝对的不能用 所以说不是好的一个风水 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用的 区别只有好坏 就像我们吃东西 吃食物 任何食物都能吃 只要你敢吃 但它有好坏之分 甚至有的东西还有毒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三体的波幻 它也要符合一定的规矩 也不是说我想怎么换 就怎么换 也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怎么画一个图 那么这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三体方便 那么当它到第二个三体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一点变化才可以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把它称为波幻了 它就说明它有波幻了 那么再到一个三体的话 它可能就这个样子了 它又有一个变化了 那么它这些都是叫做波幻 它这个三头是这个样子 到了第二个阶段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第三个阶段变成这个样子了 说明它幻了一下又幻了一下 往后面就是越幻越好 越幻越好 这个龙脉 这个三脉 它就会越来越贵气 越来越 就像我们就这样讲 越来越值钱 所以我们在选择一块风水宝地的时候 我们在巡龙的时候 我们要重点的去观察这个心体 因为这个三体 我们要把它称为什么 心体 心风 体积 重点也是观察这个心体的一个变化 看它到底是怎么变化 有没有相生的一个情况 特别是在父母山到第二个山 这两个山最好要相生 不能相克 如果相克 然后这个血也不太好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后面来了一座山 我们后面来了一座山 是一个什么山呢 最近最近的这一座山 父母生子女嘛 我们的血可能是结在这里的 我们一般的话要考察到后面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重点的去观察 父母山的五行 那么这个三体的五行呢 我在前面也给大家讲过 我们通过它的形状来看 就比如说圆形 那么它是什么 筋 这个也是五曲心 那么 这种形状呢 高高长长的 它是为木 贪狼心 那么这种呢 就是火了 火 这个年珍心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巨门土了 这种巨门土 巨门心 还有又是水 水 温曲 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从三体的五行呢 可以看到深刻 所以我们找到父母山的时候啊 我们要往后面再推个山 就是要去看一看 少祖山 我们要看少祖山和父母山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 因为 波幻 一定要幻嘛 是一种相生的 不能相克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 就是什么 少祖山来克父母山 因为少祖山为金 父母山为木 那么这种山好不好呢 并不是很好 这说明你的血山 舍得了少祖山克 五行当中啊 是不太有利的 那么又反过来 比如说这个山呢 它又是什么 火行山 那么就是什么 父母山来克少祖山 那肯定也不行 叛利不孝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我们最要是要寻找相生 至少后面这个山体 不能来克自己 但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个问题了 就是说一个山拜 你从正面去看 它可能是金 从侧面去看 它可能是木 你再换个角度 它是火 所以有很多人说 这个该怎么去看呢 你看我从这边看是这个样子 这边看是这个样子 横看成岭 侧成峰 这个上下高低各不同 那么这种情况啊 我们就只管站在血场这个位置 或者说爬到父母山顶 父母山这个山的山顶端 去看少祖山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少祖山是什么形状 就是什么形状 你就不要去围绕它去看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会疯掉的 我们看风水 就看这个点 比如我们从这里爬到山峰 山顶 从山顶去看这个山 什么形状 那么父母山 我们就是在血场去看 父母山是什么样形状 或者是说 我们直接站到对面的什么 对面的暗山 我们在暗山上面去看 父母山是什么样形状 父母山后面的少祖山 是什么形状 那么就可以了 这样子看 你不要在侧面去看了 你就在这个血的前面 远一点去看 或爬到山上去看 这样子去看 对的 因为如果你在这边看 这边看 形状肯定是不一样的 它毕竟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 肯定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形状 那么它既然是不规则的 我们在不同角度去看 它肯定有不同的形状 甚至有不同的脊胸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但是我们巡龙的时候 是可以在侧面去看的 是可以这样去看的 看它有没有变化 波幻就是指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 相当的重要 因为如果一个山体 它不变化 它就不贵气 而且变的话 要越变越小才好 如果越变越大 那肯定不行 那就不是变 它就反过来了 我给大家画个图 那么这是一座山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子 要越变越小 这个就是太祖 太祖山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结屑 我们画多了 我们结屑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起一个山峰 环绕 这个穴可能就是 这个穴可能就是 居在这个地方的 像出来 是这样子 那么太祖山 一定要比父母山高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那么如果这个山脉当中 你把穴结在这里 那肯定不行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舍又取老 因为太祖山 它已经很老了 它是一个发脉 它是祖宗 你看老人家 它是不能生小孩的 所以这个山的话 它是不发子孙的 不发的 不是说不能用 每个地方都能用 好坏的问题 而且如果你把山脉 你把血肠选在这里 它也代表气 跑掉了 它是没有聚在这个地方的 而且后面的山 它是一个比一个小 这个我们也称为什么 利龙 这个龙是利的 那么一个山脉 从这边往这边 越来越大 这个叫什么 顺龙 顺龙就代表 子孙后代能一代比一代好 那么利龙的话 就代表一代比一代差 因为后面不行 它不是来龙 它是去龙 你在不断的消耗能量 所以你不行 气全部给跑掉了 那么在这五种形状当中 一般能够结屑的 就是金行山 土行山 木行山 结屑比较好 而且木啊 它有贵人之相 火行山一般 它是不结屑的 但是火行山 它是可以作为太主 可以作为少主 它也可以作为护卫 水行山 它可以作为猪雀 它也可以作为少主 太主都可以 但是父母山一般是土经 是最好的 最平稳的 土经 这两个形状 在风水当中都是最吉祥的 这是没有什么煞气 那么像木行山 结屑一般会结得比较高 金行山是 金行山是开窝 就是像这种金行山 我们一般寻屑 要寻在一个凹进去的地方 才可以 那么土行山一般是挂两个脚 这样子的 木行山是高穴 金行山是凹 凹进去的地方进去 这样子 这都是一个技巧 大家要这么去看才可以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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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